郭文貴議員 郭文貴議員 秘書長還有在場各黨團的幹部 大家早安 那麼現在我們繼續 上個禮拜的協商人事同育前的部分 那當時我們大概有一個協商的結論 那最後是因為國民黨黨團還要請回去再討論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再召開 那是不是我們的程序 我請我們議事處的高處長 把上個禮拜我們協商的結論草案 向各黨團來宣讀一遍 那看裡面有哪一些大家覺得不妥 要修正 那再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好來我們現在請高 你坐著 下奉主席秘密宣讀上個禮拜三 所做的草野協商結論的一個出稿 決定事項一 二十九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前送交議事處會診 遇時視同放棄 二十月十二日星期三 十月十三日星期四 十月十七日星期一及十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進行審查 並視為一次全院委員會 十二日上午審查司法院院長被提名人 十二日下午審查副院長被提名人 十三日、十七日及十九日上午分別各半日審查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每場各由民進黨黨團詢問一小時、國民黨黨團詢問一小時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詢問三十分鐘 各黨團推派之詢問名單、時間及順序 請於十月十一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前送交議事處會診 遇時視同放棄 三、被提名人之學經歷著作、研究論文等相關資料 於全院委員會期間 陳列於群賢樓502會議室上班時間供本院全體委員 及黨團所指定之黨團助理一名查閱 各黨團得以書面於九月三十日以前提出 提出要求被提名人答覆與其資格及私人性有關的問題 並提出相關文件 四、審查完畢後於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院會上午 進行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同意權案投票表決 下午進行大法官同意權案投票表決 當日不處理臨時提案 五、行使同意權案投票時由各黨團推派藝人擔任投開票監察員 六、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被提名人各為一張同意權票 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並為一張同意權票 投票會場佈置一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七、本同意權案相關事務及實成詳如副表 以上 好來我們看一下副表 看一下副表 副表的部分請各位委員長官看副表 注意的部分就是 十月五日及十月六日舉行公聽會 每日由各黨團推薦學者、專家代表 十四人參加 一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薦八人 國民黨黨團推薦四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清民黨黨團各推薦一人 各黨團審查小組委員一依上述比例推派委員組成 依序先由學者、專家代表及審查小組委員每人發言十分鐘 再由學者、專家代表綜合答覆時間三十分鐘 發言順序一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助二、全院委員會審查時 尋答採疾問疾答方式進行 並得採聯合詢問 但其人數不得超過三人 每場各黨團分配尋答時間 民進黨黨團一小時 國民黨黨團一小時 時代力量黨團及清民黨黨團各三十分鐘 各黨團推派之名單、時間及順序 請於10月11日星期二中午12時前 送交議事處會診 遇時視同放棄 10月12日星期三上午場次之黨團詢問順序 依親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國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之順序進行 其餘場次之黨團詢問順序 均授權醫師處辦理 住三 被提名人之學經歷著作、研究論文等相關資料 於全院委員會期間 陳列於群賢樓502會議室 上班時間 供本院全體委員及黨團所指定之黨團助理一名查閱 住四 行使同意權案投票時 由各黨團推派議員擔任投開票監察員 住五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被提名人各為一張同意權票 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並為一張同意權票 投票會場佈置 一例授權醫師處辦理 住六 九月三十日星期五以前 各黨團得以書面要求被提名人答覆 與其資格及私人性有關之問題 並提出相關文件 被提名人之準備時間不得少於七日 以上 好 那大概有將上個禮拜的協商結論 大概都如實地反映在這一次的書面的草案 那我們現在請各黨團表示一下意見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簽名 那我們的協商就早一點結束 趕快屬龍甲兄 好來 來好來 來維州 那個 因為我們回去以後有開這個黨團會議 以及黨團幹部會議 那這個我要轉達這個我們得出來的一些建議 其實整個這個內容裡面 我們再一次強調一下就是說 我們現在新的職權行使法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對於同意權的行使 這個已經有一些新的規定 那在委員會裡面已經討論完畢 所以我們原來也都一直堅持說 要用新的民意所決定出來的 新的相關法律的規定 來行使這個同意權 那上一次我們協商的時候 因為時間上 主要是因為時間上的難不及了 我想民進黨跟時代力量都表達說很支持 新的法律規定的精神 嚴審 然後要周嚴的審查這個同意權 那因為 只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用新的法律規定 來審查這一次的同意權 所以這個好像是一個權宜之計 大家都同意要用新的法律規定的精神來審查 但是因為來不及 所以用舊的法來審查這一次的行使同意權 那我一直在想 就是說 理由 要趕在10月31號之前完成的理由 我上一次協商的時候聽到最主要理由就是說 要配合這個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的上任 以及司法改革 這個國師會議的召開 所以目的主要是要有新的司法院院長 副院長來發動 將來來發動司法改革 這件事情 不過說起來還蠻諷刺的 司法改革的第一步就是 大法官行使同意權要落實 結果我們為了司法改革這個目的 然後我們草率的審查 大法官以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 這不是之相矛盾嗎 所以好我的結論是這樣 就是說不是我的結論 而是我們討論過的 就是說對於五位大法官 這個議程 我們也妥協 就是說沒有辦法用新的法律來審查這個同意權 那主要是時程上面的關係 那五位大法官呢 他們的任期確實也是 要有他的任期上面的考量 所以是權宜之計 但是對於司法院院長副院長 這一部分 我們是還是持保留的態度 是不是可以等新的法律出來 行使同意權 職權行使法29條30條31條 重新訂定好之後 才來行使司法院院長跟副院長的同意權 這個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兩位 這個原任的司法院院長副院長 他們的大法官的任期其實都還沒到 還有兩年的時間 所以他們並沒有時間上面的這個急迫性 跟其他的五位大法官其實是任期是不一樣的 另外一點就是說 尤其是司法院院長本身這個連任跟在任的爭議還是在 所以是不是我們讓法律周延之後 然後再來審查這個院長副院長的同意權 這樣也同時 我的想法是說 同時也讓他的爭議得到一個更有正當性 因為用新的嚴審的方式來通過 然後他的正當性也會再一次的被確立 有助於將來司法改革的推動 就是我們這個黨團的這個意見 謝謝 好來還有沒有其他的 好來來 柯總長 剛才維州所講的 事實上我們上次都討論過 所謂什麼新法 因為還沒通過法令 還要新法 這是有在委員會討論的這件新制法 那很清楚這個時間新制法 再重新修 再出委員會 然後在宴會裡面一個月以後才會表示 這個時間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所以我們不要再提說什麼新法舊法 那是有修法意見和看法而已 就同時我認為 沒有應該 基本上尊重總統居民權 這樣提進來以後 你再來修改遊戲規制 而且不要閉得很緊 這些動作都可能造成了整個 整個同意的行使 整個行使的激烈 因為從維州所談的 什麼有關於在任和連任的問題 和這個修法一點關係也沒有 你說沿恩後來審查 然後這個能夠解決嗎 所以沿恩在任那個憲法寫得很清楚 那 蛤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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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那 那 那 所以這個憲法寫的道理非常清楚 雖然有些認為就是說有些問題 但主流的他看來都是沒有問題的 你能拿這些問題來 就是我們還要說話 那意思是說 五個大五官先同意先死 哪有切割的道理 同樣一個行為 你不要說話 對嗎 因為你不可能同一個行使 有兩種不同的方式 你說五個大五官先嫁 這個醫院更重要 更慢慢來做 還有嚴任災難問題 這很顯然 很顯然聖法的事情 答案都很清楚 其實也不是這個原因 那副院長已經辭掉了 已經辭掉了 院長也只是暫代理而已 現在坦白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 假如我們照我們這個時程表 到10月25號 都會有點太晚了 你要讓這個新的院長 會員長今天還有人事的問題 還要先去了解 我還主張可以往前來演藝 因為你要了解現實的情況下 沒有那個什麼分兩次 分兩次 然後用不同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認為這個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他們在說 好 來 許議員 我覺得齁 整個司法改革 最需要改革對象 就叫賴浩銘 今天如果用這個方式 還讓他繼續在那位置上面 過去六年他做了什麼事 他就用這個方式 還要讓賴浩銘 還好蘇永慶已經辭掉了 還要繼續讓他待在那位置上面 我是覺得國民黨這個主張 自己要去面對外面施改團體 或是這些學界的看法 你如果要堅持說一致同 我還可以覺得說這和邏輯 五個大法官 然後跟政府院長切割 你讓賴浩銘多摘在那個位置上面 從實在地上黨團的立場 這就是施改之詞 我也不怕他聽到 他自己很清楚 他在院長內 我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如果真的要做國會改革 我們支持 是不是趕快把這個 那現在時間的問題 我們上次也講過 我們的立場是十月底之前 我們支持讓他通過 那現在我是覺得 如果這些東西有更多的需求 可以拿出來談 可是我們的立場是賴浩銘非走不可 我覺得國民黨也不要去想說 用這個方式讓他繼續待在院長那樣的位置 不要做這種政治考量 那他們也想走了 他不可能 好來 我想 剛剛大家的詮釋 出現蠻大的一個重點的錯誤 我們國民黨立院黨團沒有要保誰 就是要讓什麼 賴浩銘繼續在那個位置 國民黨立院黨團呢 事實上我們今天早上是幹部會 我們還沒開黨團大會 所以我先講 這件事情 我們委員的意見非常非常多 而且生意也很大 所以必須等我們開完黨團大會 才有可能有一個決議 但今天至少黨團幹部會議提出一個 就是包括最近大家有看到 呃 劉信義先生他提的一篇 他是劉德的教授 他說任何一種在任都是違憲違法 然後他講的是誤解得以產生的困擾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最關注的是 我們今天 劉信義 這篇待會給這個 柯總教授看一下 就是目前在司法界 絕對不是剛剛柯總召所講的 什麼主流民意通通都支持 並沒有 現在司法界的看法非常的分歧 那最分歧的就是對於許忠義 他是在任連任的這件事情上面 我想剛剛時代亮也講 我們希望未來的司法改革可以成功 難道我們要讓一個有爭議的 司法院院長這樣的人選通過嗎 難道司法界沒有更優秀的人選嗎 今天解決這件事情 第一個可以釋憲 第二個可以重提嘛 我們可以審查嘛 你可以提名 沒有爭議的人選嗎 難道司法界都沒有更適合的人選 比許忠義更適合的人選嗎 這是蔡英文總統自己要去考量的啊 你為什麼要因為這樣的一個爭議 拖住其他大法官這樣的審查呢 所以我們才會說 那如果最不得已要求釋憲 許忠義這個人士提名應該先退毀 重新提名別的更適任的人選 不要解讀成是要保住現在司法院院長 重提更適當的人選 我覺得司法界更沒有爭議的人選 不行嗎 難道不行嗎 蔡英文總統都可以自己提名的人選 他自己可以撤毀了 今天他送到立法院 他不能再撤毀再提一遍嗎 當然可以啊 是有方法的 所以我只講 今天我想這個如果大家看法 是這麼南遠北側的話 我們就是只好再協商 但是國民黨立委黨團 因為現在黨團成員的聲音 非常非常的大 覺得如果我們是真的要 真正落實司法改革 怎麼可以有一個司法院院長 連任在任這個議題 涉及到違憲爭議的議題 我們都不處理 然後就急著要進入程序 沒有這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我們提出來是說 可以釋憲 這個是可以釋憲的 就是把它理性清楚之後 就是如果真的 大法官釋憲之後 覺得連任再任 這個大法官 他是可以再任的 那這樣子也理性爭議了嘛 大家再來審這個人選 比較沒有問題嘛 那如果就是要讓其他的大法官 沒有爭議的先走實質的嚴格審查 這個我們也沒有意見嘛 但是許忠立帳那個人選 我只能告訴大家 目前我們國民黨立委黨團 大家對於這樣涉及到違憲爭議的 司法界還有這麼大的聲音 不能這樣子 就開始去啟動審查的程序 這是我們的立場 好不好 憲法已經寫得這麼清楚了 這不是事先武器 你假如說要更清楚的話 你去修憲法寫清楚 這個是這樣的問題嘛 所以你自己 這個是各方的協作都有啦 其實在這方面 我們提名的時候 已經考慮得非常清楚 那並不是有人講話就是 就是對的 你真的不是 這個真的要 當時九十一修憲的時候 就是這樣寫 只要更清楚的話 就是把修憲法寫得很清楚 像德國這樣寫法 所以當初這樣寫也就是有他的 有他的利益 好來 好好好謝謝謝謝 好還有沒有 來 不好意思啦 我補充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要講得很清楚 對於其他的人選 我們 同意 就是說接受 雖然有新法正在修改 但是我們也接受說 因為實成上面的來不及 其他的五位大法官以及副院長 這一部分沒有爭議的部分 我們都認為如果照協商的實成來做 我們是同意的 但是只剩下就是司法院院長這個爭議 那那個連任再任確實是有爭議 這個也不是國民黨提出來 我們國民黨目前 都還沒有針對這個爭議 正式的說 開記者會說 這個是我們反對的 現在所有的爭議都來自於法界 那你說主流非主流 那有時候是個人主觀判斷的問題 那個我們是很難去用量化的說 誰是主流誰是非主流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種情形 這個司法院院長一上任 他要推動司法改革 然後他本身也是大法官的身份 結果他第一件要處理的釋憲案 就是他自己的在任跟連任的問題 這個多諷刺啊 司法官他要召開那個釋憲會議 他自己要先回避 因為是在解釋他自己連任或在任 然後他說他要來推動司法改革 第一個要先被改革的可能是他 可能是他啊 我覺得這個 你說好要面對民眾 我們很願意就這件事情 來面對民眾跟民眾說明 那我們立法院是不是都要來共同 面對這樣的一個爭議呢 所以我再講清楚 就是說其他的五位大法官 以及副院長 我們沒有意見了 那但是對這個院長的部分 我們還是有意見 來 我想你對副院長跟五位大法官沒有意見 為甚麼講得太早了 因為那個在審查過程中的實質 好啦 對那如果你在講程序 我們今天在處理程序問題 處理程序問題裡面 你就不要再夾雜了你的實體認定嘛 程序問題歸程序問題 你剛剛講到這些東西都是關於實體上 他是否有違憲的爭議這部分 你應該都進入到審查程序的時候 再去討論嘛 好我在這邊講 我們說要嚴格實質審查的原因 就是在於我們作為一個 憲政上面應該要去審查程序的這些 立法院的這些同仁 他們應該負起實質的審查責任來 那但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政黨協商 是要安排程序 如何讓他進入實質的審查程序嘛 如何實質的嚴格審查程序 結果你這邊拿你自己實質嚴格審查程序 裡面你們的主張 當然有一部分的學者 或是你們是這樣主張 但是相對認為不違憲的主張 跟文章也一大堆啊 所以那個是實體的爭議 應該進到實體的時候再來討論 就你拿一個實體的爭議 在這邊卡程序上面的這個協商的過程中 我要這個協商 這個要進入這樣的實人序 我不讓你進入這樣的程序 我覺得這個是 回去想想看 這個事實上是矛盾的啦 我的經驗 你 我以前在當法官的時候 你程序我在主持 程序就是要讓他造走 你至於你實體的實 到底有沒有犯罪也好 到底你的證據能力怎麼樣 那是實體的辯論庭 裡面你要去舉證的嘛 那你怎麼可以拿來說 我認為這個人是犯罪 那我就不要跟你開庭 不可以這個樣子啊 我再一次強調 我們今天協商的是程序 我們如何讓 依照憲法的規定 讓這個大法官會議 讓這個大法官以及院長副院長 建政院長副院長的大法官 進入實質嚴格的審查程序 這是我們今天要協商的目的 而且我們這個協商 我同意剛剛史太利亮講的 因為任期是到10月底 所以我們應該要在10月底 以前完成這個程序嘛 那至於你要主張那些實體的內容 我認為很應該啊 你應該在實體審查裡面有任何質疑 應該要提出質疑要請他回答 那這是一個稅理的過程 如果你的質疑很有道理 他的回答沒有道理 社會自有公平 我們作為最後投票依據的立法委員 也不是真的 也不是閉著眼睛投票嘛 如果你講的真的書 很有道理可以說服大家 我認為他自然就不通過嘛 所以我今天我們協商的是一個程序問題 不要把實體的內容 再抓到這個程序過程中 來混在一起 否則這樣協商不出結果出來的 對啦 好 程序問題 好來 有明兄先講 我意思是說 如果一開始是 覺得這個法治不完備 當時談說那五位大法官跟政府院長切割 可是剛才委員又 黃委員又講說沒有 是你們對院長人選的這個核限性有疑慮 我意思是說 這個論點有點變來變去 那我是建議說 其實你如果覺得他的核限性有疑慮 其實你五個大法官審查的時候 你都可以叫每個大法官被提名人表態 我意思是說 你有很多方法去處理 許中信到底是核限的問題 對不對 那你四限也是條啊 就算他被提名過了 對不對 四限過了 他也是下來啊 他不會因為他提名過了 四限如果覺得他這個 有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對許中信個人有問題 跟對許中立個人有問題 還是對於國會改革 這個我覺得這是兩個不太一樣的東西啦 如果你是對他個人 他的核限性有問題 那我是覺得我們是有個程序 你如果覺得這個程序不夠完備 我們可以再提說 怎樣更完備 可以好好的真的 把這個人是不是核限了 那四限那是另外一條管道 這個我們在這邊沒辦法處理 對不對 好了 這個 我們今天 政黨協商是在協商這個程序 這個完全同意這個秉瑞兄剛剛講的 那為什麼會對程序有爭議 主要原因 我再回顧一下 再一次跟大家強調一下 因為有新法舊法的關係 如果沒有那個新的職權行使法的修訂 那今天我們也不用再爭議這個程序 因為法律規定的程序就是那樣 你不能爭議程序的 法律 雖然我們現在職權行使法 是規定比較鬆的 所以那 你上次講說你對於新法 這個記名表情也有預見 是 對啊 這個大家還可以講是不是 對啊 所以 所以 所以那時候的爭議 今天會這個協商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那時候會說要求一定要協商 主要就是因為有一個新法舊法的關係 所以我們才會有開這個協商的會議 否則的話就依照現有的職權行使法 就可以處理了 好 現在因為法還沒過 那又碰到這個所謂習中立 本身的連任再任的爭議 所以我們才會妥協你知道嗎 我們妥協說好 那其他的我們就按舊法 就已經協商過了就繼續走 但是這個對於這個有爭議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更謹慎一點 更完備一點 有爭議的人選 當然你可以講說這個是實質跟程序上面的混淆 實質程序有時候就是 實質上有爭議 所以我們程序上要更完備 這個論點是這樣的依據 那有沒有可能 針對這個實質上有爭議的人選 我們可以用更完備的方式 來做這一次的審查 我們只是希望朝這個方向來做 我再補充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裡 政黨協商要實質跟程序要分開 是因為我們今天其實在擬定的是一個 議事的議程 這個議程本身是一個程序事項 所以我在這邊懇求我們國民黨的同仁 你不能代行其他委員的職權 因為要不要進入實質審查 要怎麼樣去質問這些被提名人 他們是不是有哪一方面的問題 這個是各個委員被 將來他要去行使他的職務 那你在這邊你就一口咬定說他這個有問題 你就認為這樣程序上面不予同意 那等於你自己就把這個同仁之間的權利 給代行掉了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以後這個 跟我們過去一個會期在推說 這個政黨的這個黨團的這個負責人 其實應該是注重在程序事項 實體事項盡量應該要讓同仁來發揮 所以我還是在這邊強調 如果許忠利真的是很有問題 你們提出實質的審查 社會媒體都在看 那也有很多委員想要借用這個題目 搞不好可以再發揮他的戰力 在社會上引起共鳴 那你把他這個 你把他這個機會給取代掉了 這個對其他同仁來講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還是建議說我們就安排程序 而且這是一個憲法規定的實程的程序 我們把他完成 實質要做什麼審查 要靠稅理 向社會大眾取得支持 如果今天大家都是 看法都是這個的確有問題 那我認為我們的同仁也有那個名字 可以在行使同意權的時候 投下他審勝的一票 這個不用替他代勞 我的想法是這樣 謝謝 有關於現在的資金金所有修正 尚在這裡談得很清楚 盡量納入原審的精神 那我們納入 那剛才您委員所談的 名為妥協 實為破壞 實為攪跡 大家講穿了沒有關係 因為兩個不相干的事情 把他繳在一起 有關於他這個連任災難的問題 和這些新法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今天應該面對就是說 事實上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有獨立判斷 因為並非 到底你要不同仁也行使 現在是吳紀敏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判斷能力的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來講 到底想不想處理 不要說你們幹部會議開完 還要開黨人會議 那我們在偷這個東西 這個不是 他讓他心裡都很清楚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這個時間不天天到 那剛才這個 新產生出來的這個院長 副院長 他們還是要做一些準備工作 這個是一個非常龐雜 包括以後的施改等等 這個是 同學前行使 坦白講 過去一年來 這麼多同學行使 從來不會在這個 同學行使上 都採取一個比較理性的態度來看待 不會用杯葛 那我希望說 國民黨在這次上面 應該看清楚 也必須要做一個明確的回答 不過這的話 我們每次在協商的話 我們現在回來 就有幹部會議開完 要開黨團會議 你當時開黨團會議 那整天 等一下黨團會議有沒有結束 我們再開 這個都沒有辦法解決了 我們用這種脫援的方式 並沒有辦法 讓我們能夠來接受的 我來跟各黨團說明一下 我們的黨團協商 勢在協商程序 協商時間 包括質詢怎麼分配 其他的我們就不管 實質的審查我們不管 那我們的依據 沒有所謂的 新法舊法兩個法 是現在的法 現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只是大家在委員會有一些 意見要提出一些改變 好上一次我們就把這一些改變 融入在實質的審查的過程 所以才有每一個委員 每一個大法官 就是單獨 而不像過去 整體來面對整個的審查 每一個大法官就單獨審查 司法院長 副院長 也是單獨審查 甚至於書面 只要黨團提出 那我們都希望他們在時間內 能夠來恢復 所以這個都是把現在在委員會的相關的修法 未來的一個精神 融入到現在的法裡面 這個是現在的法沒有規範到的 那我們就從 從原來規範 讓審查能夠更加嚴格 那我們現在最急迫就是 我們要這麼做要有時間表 我們要有讓委員可以安排時間幾號全院委員會 我們現在是在安排這個時間 那涉及其他的實質 他個人的問題 審查之後 同意權行使自然就會反應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安排時間 大家沒有同意 那只是交回程序委員會來安排 黨團協商避免程序委員會 避免院會浪費時間 我們只是安排這個時間 這個程序而已 所以大家覺得25號不好 那要提前還是要28號 還是要幾號 那怎麼分配 我們大概在講這一些事情 其他的我都覺得講都沒有意義 所以是不是能夠 同意這樣時間的安排 還是說國民黨黨團覺得 有其他的時間安排在10月31號之前 也可以提出來 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看大家覺得哪一天是好日子 我們來行使同意權也可以 就是時間大家來敲這個時間 不是你敲那個內容 我們只是這麼單純而已 院長 我對你的說法不怎麼同意這樣的說法 因為你沒有把實質的 這個這個這個大家的質疑 大家疑問 你不解釋清楚 你就排出時間 我們沒辦法接受這樣的安排 所以他的實質的東西 剛剛我們黨團應該都已經跟你表達了 不管是對院長 副院長的目前整個 我們委員個人的一些認識跟質疑 包括整個社會 現在大家的這個意見都不一致 都不一致 所以這個事情必須要先處理完 讓我們選出真正能夠在司法院 代表全國民眾在司法院 來執行他的這個職務的一個重要的人選 因為司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構 我們認為不必急 不必急 我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釐清了以後 我們在上路會比較 對社會的這個期待會比較能夠有交代 對不起總召 我怎麼可以代表 誰來回答司職的問題 我怎麼能夠講哪一個大法官 還是司法院長副院長被提兵人 他實質上有發生什麼問題 這個也不在我的權責 而且我也不能解釋啊 所以我們黨團協商 我召集這個協商 是在討論讓未來的委員 來進行你剛才講的實質的審查 那一些應該由相關的學者專家 當事人來回應 而不是我 我只是要把時間排出來 你沒有排出時間 永遠這個問題 都是在那邊爭議嘛 排出來時間進入審查 審查自然就會有結論 怎麼是我來回應呢 實質的問題我沒有能力回答 也不是我該回答的問題 我只是在協商這個程序啦 我想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 我們剛剛其實有提出一個很具體的 就是許宗立的在任跟連任 涉及到違憲這麼重大的爭議 這不是國民黨的問題 這是社會要面臨的重大議題 而且這個也是司法界 有好幾位 他們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學者 提出來的看法 而立法院面對這麼重大的一個爭議的議題 不能視而不見 也不能假裝沒有看到 特別是民進黨黨團 這個你們是執政黨 然後蔡英文總統都可以在謝文定 這樣的人選出來之後 社會輿論聲音這麼大 如果按照剛剛大家的邏輯 那真的應該進來立法院審查再說啊 怎麼可以有一派的人主張 總統就主動撤毀呢 先送進來立法院審審看再說嘛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參議院總統當時就不應該撤換謝文定 那如果同樣的邏輯說得通的話 那就是今天許忠利社會的爭議這麼大 有小於謝文定嗎 大家想想看 有小於謝文定的爭議嗎 已經涉及到一個大法官 在任跟連任的議題 這麼重大的爭議 那比照同樣的邏輯 如果參議院總統的邏輯是這樣子 既然我們要司法改革 我們司法院院長不應該提名一個 社會上有這麼大的聲音的人 有爭議的人 那他可以撤毀啊 不是沒有辦法 有辦法 為什麼一定不要撤毀 一定要讓他進來審查呢 我覺得這個是參議院總統要去思考的議題 也是民進黨要去思考的議題 我們今天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許忠利在任跟連任的問題 涉及到違憲這麼重大的爭議 而且我要問司法界真的沒有人才了嗎 非他不可嗎 如果一個已經涉及到這麼重大的 大家有爭議的人選 將來當選為司法院院長 請問他要啟動什麼樣的司法改革 連自己的公信力都受到挑戰的人 他要怎麼樣擔任院長的職務 去啟動大家希望的司法改革 這件事情不是國民黨不配合 我覺得整個立法院各黨團 大家都應該要慎重思考的問題 要為了許忠利一個人去綁架其他的大法官的審查 而不能審查 為什麼不能脫鉤處理 為什麼不可以 所以剛剛時代亮問的很好 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我們已經提出來了 視線 針對許忠利在任連任這樣大法官可不可以再任的問題 視線嘛 那只要視線 解釋清楚了 沒有疑慮了 再來審查這樣的人選 難道這不是可以的選項嗎 我想就是再表達一次 謝謝 我覺得剛剛王雲雲委員這些談話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啊 可是應該是在全院聯席委員會的時候 你對許忠利或是質疑 或是對其他被提名人質疑的時候 你可以拿出來談 我是覺得我們在目前協商這個程序 我是建議如果你們對許忠利這人選有這麼多意見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個審查程序裡面去談 怎樣的程序設計可以達到嚴審的效果 至於蔡總統要不要撤回 這是蔡總統我們的權利啊 對不對 我們的權利是什麼 就嚴審跟行使同意權利 那如果你覺得有違憲的問題 那我想我們違憲也有程序在做也可以處理啊 這個跟嚴審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許忠利有問題 這個他有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就是審查的時候來看 那是不是比如說他提名 他審查時間一天 不是半天 可以達到你們嚴審的效果 那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實際審查的內容 跟實際同意權行使的結果 不是我們這邊在討論的 對王玉民委員講的話 應該是在聯席委員會裡面 去對許忠利提質疑嘛 對社會做訴求嘛 阿今天在講這些東西 其實只是在浪費我們 對不對 政黨協商的時間嘛 對不對 因為我總不能跟你argue說 阿我們覺得合憲你們覺得不合憲 那這個 我們今天不是在討論這個問題啊 這個只是時間的安排啦 其他我們都 我這邊都沒有辦法談啦 好啦最後 Bye 最後趕小vised 我再提提一個意見啦 因為視線的話恐怕也是要等到上任才能釋線啊 因為要針對一個處份 一個事件 事實之後才能釋線 還沒發生就不能實現 這個第一個說明 那我現在再提一個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我們新的職權行使法 我們就趕快來國會改革 職權行使法讓它通過 用新的法來審查 你現在兩人講話兩人講話 差一個月可以嗎 奇怪有法定的 這個齁 同意的行使報告怎麼就算 這些都是 議法委員的義務 沒有 同意捲的 我跟你講 你到時候一個月過 大家意見都不一樣 譬如說你反對那條 現在要叫你動議 你也很為難 有明兄剛才就特別提到 好 這個內容你要怎麼延審 來嘛 說嘛 然後我們來針對 時間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要怎麼延審 我們大概都可以討論 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職權行使法也是嚴審 嚴審的精神是什麼 可以提出來 大家來討論這樣子 我覺得剛剛對那個許忠麗 那個大法官本身的這個資格等等 我覺得講得太過了 因為他曾經擔任過大法官 應該是說大家的疑慮是在於 他是連任或在任那個部分 跟許忠麗自己本身在法學上面 跟憲法上面的素養是比較沒相關 因為許忠麗擔任過大法官 也是在國民黨在立法院佔多數的時候 那如果參照剛剛那個 時代力量許永明的說法的話 你們認為司法院院長有問題 第一個在公聽會 或在同意全案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時間放寬 讓國民黨團請的這些外界的學者專家 對於許忠麗本身 是不是核線這個部分嚴審 這個時間要放寬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談 如果再牽涉到實質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比較不傾向同意 所以請國民黨團可以多思考一下 稍後再講 沒有 再次會 要看 不要不這樣 不要等 快 把時間 首席 請問 我們要請問 你們要請問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連任、財政 怎麼樣 都要請問 我都懂你們講的話 我也同意 每個人講的話都有道理 但是我要告訴你 我們早上開的干部會議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质疑非常的多 包括时间 我就告诉你 包括时间一样 所以我是建议 与其我们一直讲 我们要讨论 我的意思是 今天就不要有结论 让我回去再跟 因为我们要开党团大会 来决定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知识体大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事同意权 我们10月31号 如果这个大法官 没有顺利完成 这应该顺利 这个比目观过去的 我在这里 与其他国民党 我在这里 都被清晰一束 今天一百里说 同样的话语 我在这里 与其他国民党 你们今天在野 我们也在野 不要用劝这两个字 拜托啦 好 拜托啦 你也要 咱俩要跟陶尔要对抗 要选择 选择对战场 选择对战场 我们也没有要对抗 要选择对战场 选择对抵护 这个来杯葛 市长对你们是不利的 我们也没有要杯葛 用语不对 很精确的想就是杯葛 我们在协商 在讨论 什么是最适宜的一个方案 这样而已 我们也没有要杯葛 刚刚我听院长讲了一个 可以思考的地方 就是有没有可能把院长副院长 跟大法官切开来处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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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说吗 有啦 有啦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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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一个方案 你们来普通看买嘛 对啊 那是问你一次 嗯 书永庆10月1号他就要离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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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书永庆10月1号 那赖昊明院长喔 呃 现在是太递出职程了喔 书永庆10月1号 哈 书永庆10月1号 但是问题是 书永庆10月1号他就想要走啊 你又要给10月1号 书永庆10月1号 不要再零食赖昊10月1号 不要再零食赖昊10月1号 那不好啦 书永庆10月1号 书永庆10月1号 我这边是针对院长啊 就是以后院长召集协商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先问一下各党团 到底来 书永庆10月1号 啊有没有授权 那如果没有授权 对比院长我真的 书永庆10月1号 每次来 我们党里面也觉得说 每次来都来被耍 院长这样总是不好吧 对不对 政党协商 我们对政党协商有很多意见 这是全台湾都知道 可是我们还是来开这样的会 因为我们现在的游戏规则是这样 可是我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是不是大家都要重来一套 我意思是说 委员你在这边比我资深啊 如果是真的每次都要这样讲 对不对 那以后我们是不是 接到通知要来开会 这个我觉得院长这边要考量 我觉得各位参与的党团的代表 也要考量一下 到底 你可以啊 从我的角度而言 以后这个都不实际运作 这反而符合我们政党立场 就觉得政党协商是有问题的 好 来 这个洪峻 要不要 有没有什么意见 好来 那我这样子啦 这个 这个 我们也不能一直协商啦 而且协商没有结论啦 因为大家都非常有诚意 来这里 那沟通 不一定是 会有这个结论嘛 那么 刚才练的这一篇 今天上个礼拜三 9月14号 我们针对 给同育权行使的协商有一个草案啦 本来我已经签名了啦 各位桌上都有 这刚才都有读过啦 对 那么 是不是请各党团带回去 我看这里面有 红军兄也签名了 那 时代力量有民兄也签名了 那 民进党党团也带回去 公民党党团也带回去 下午六点之前 下午六点之前 如果大家同意 我们会请议事处前往两个党团 那就拜托党团签名 如果六点之前 大家没有签名 那四同这个学商 就没有结论啦 那各党团要怎么处理就处理 因为我们不能今天学商 明天再学商 一直学商 因为大法官的时间 的确要排啦 我们不排不行 我们绝对要排 因为 10月31号 五个大法官 包括副院长 没有通过的话 11月1号就开空窗了 这个社会会骂我们 会骂立法院 所以 大家带回去 下午六点之前 做最后结论 我们就不另行召开学商 如果要成的话 也不必再召开 因为草案内容 大家大概程序 都讨论得非常清楚了 過程也很了解 所以就六点之前 好 这里面第三点 第三点 有关于各党团团 以书面提出来的时候 这书面的量 大家事实上要有一个共识 有点基本的共识与节制 拿一千块是要负责 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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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去是没有 但是 这个在上面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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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假设 协商破裂的话 人事的协商破裂 应该到现在为止 我印象中好像好像没有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还没有 那如果是人事协商 如果是破裂的话 是怎么样的处理 以前别的法案 说协商破裂的话 进行表决 各方面的这个程序会出来 而人事的话 我的印象里面好像没有 从来没有过 所以 我也原请 请院长这边稍微 看议事处这边 针对这个方向是如何 也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下午讨论 如果国民党党团再没有共事的话 你就是明天再召唤协商 只是浪费时间 因为这个已经两次了 而且该讲的 该理解的 大概都沟通过 OK 没有时间开党团大会 OK 你们什么时候要开 你有没有下乡去看 我们台东的灾害 有啦 我有下乡屏东 怎么没有 你都没有去看台东 你去看屏东 台东啦 下次去台东看你 你们什么时候要开党团大会 我还没有排到啊 好啦院长 不要说今天6点 明天再去10点 好 好 明天早上10点 好不好 还是明天中午以前 明天中午以前 明天下午6点啦 我回去来努力 明天下午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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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刚才说 是啊 现在是10点 明天下午12点啦 12点啦 来来来 我个12点好了 明天中午12点啦 明天中午12点啦 好不好 大家喔 12點就6點有什麼差別 有差別啊 有差別啦 好 就明天中午12點之前喔 請共同黨團 恢復喔 恢復 是不是同意現在的協商結論的草案 好 上位 啊 上位啦 好 上位 好 我先去坐 好 坐 好 坐 好了 坐 好 坐 好 坐 好 坐 坐 坐 感谢观看